大家好,歡迎收看小千車評測 我是喵小千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我自己的愛車 培羅伊塔利GTB改裝款 這台車是目前GTA裡面我最喜歡的車 理由很簡單,因為它的實車是麥拉倫60SGT3 加570SGT4的綜合體 它可以透過不同的保險桿改裝 然後可以依照型號變得比較像GT3或GT4 那我這邊是比較偏GT3的選擇 其實GTA裡面有出所買GT的RCF或LC500 就是狂霸天的ETR1 它們長得很像,加上GTA的改造 其實很難確定是哪一台 甚至塗裝有類似Denso跟Petronus的 這兩個上一世代的隊伍塗裝 但是... ETR1的車頭改的我實在是... 嗯... 難以接受 而造型上ETR1小丑RH8 我覺得都比較偏向GT3的外觀 所以第一名還是GTB改裝款啦 好像扯了有點遠喔 反正我很喜歡650S GT3就對了 好回來 想要取得伊塔利GTB改裝款 要先在班尼車房 購買原版的伊塔利GTB 送價是118萬9千塊 再花49萬5千升級成改裝款 總價是168萬4千 在超跑中算是中價位 我現在這台車是已經升級完成的樣子 接著我們就看看細節嘛 從車頭看去很明顯 中間低兩邊高的家族特色 進風口形成微笑的形狀 再加上好幾道帥氣的風格 氣流可以通過它們導向前輪 我覺得很好看 應該上面有一塊大面積微凸的碳纖出風口 保險桿下方有大片的前翼 側面則有兩片釘風翼 為車頭提供下壓力 現在的賽車由下壓力提供抓地力 佔很大的比重 雖然在GTA大概就只是帥而已 但這個配置還原度還蠻高的 我覺得很棒 左前方有一個紅色的脫鉤 方便衝出賽道的時候 可以被救人車拖走 頭燈造型是瑞麗的三角形 外面畫了一圈黑色的眼線 看來它跟我一樣 因為眼睛小感到很困擾 大當是一個雲眼 加上好幾個LED組成 引擎給打開可以發現出風口是假的 好難過喔 怎麼會是假的呢 內幕並無睡一般的MR車型的行李箱空間 而是換上了一組氮氣加速的設備 來到車側 前後輪拱寬體的部分 與車體接合處有許多錨釘的痕跡 看起來十分的熱血 穿身流線配上灰階跟紅色的線條塗裝 白色的車體主色 造型簡單漂亮 輪圈這邊被我換成了班尼特色的造型輪圈 畢竟難得可以進班尼 這輪圈造型也很帥 就拿來用了 造型的側面有 藍紫色的圖漆 中間鎖輪胎的地方也有 形狀有點像是軟子引擎的軟子 輪胎則是紅線輪胎 這大概是最不GT灘的地方吧 等於是我自己造成的 左右後視鏡形狀銳利 寬度不超出車體 沒有被撞到的危險 車尾部分也採用中間低兩邊高的設計 並且裝上了GT型的碳纖維 尾燈是圓形的主燈 跟沿著車體線條的LED燈條 往內縮是整片造型配合車體的出風口 讓前面進來的氣流排出 並且加上了H型的分隔 在上面裝有第三煞車燈 突破鉤 跟上路必須要的車牌 雙邊單出排氣管 位置蠻高的 就在尾燈的下方 造體型的碳合金獨特的色澤 十分的漂亮 車尾最下方 則是巨大的碳纖擴散器 後車箱打開的範圍並不大 並沒有連後擋風玻璃都一起開 打開後最明顯外露 就是圓筒型的油箱 這以前造型跟油箱的配置 跟之前介紹過的PGR十分類似的感覺 坐進車內 內裝很明顯的傳達出 它就是一台賽車 整體都是用碳纖的材質 左右兩邊還能看到強化車體的管狀結構 反滾龍 門旁邊沒有任何置物空間 比較意外的是冷氣出風口被保留下來了 座椅非常的低 筒型賽車椅 配上多點是賽車安全帶 腳踏的部分是一整塊金屬板 踏板也跟一般的車不太一樣 左右兩邊都有放腳的空間 三踏板則是平均的分配在中間 方便駕駛只用左腳刷車 碳板都是風景式 而不是普遍的懸空式 可以讓腳更輕鬆更精準的掌握深淺 當然這種配置結構比較複雜 價格也會比較貴 所以在普通的轎車上 似乎是比較少見的 副駕駛座下則放有緊急用的CO2滅火器 轉控台這邊可以看到許多波桿跟按鈕 大旋鈕是電門 轉開的效果就像轉一段鑰匙那樣 這邊已經是開好的 右邊有引擎、燃油、水、風扇的燈號跟波桿 波桿還有紅色的可保護 再來是轉火檢測的指示燈 下面這一堆除了紅色這個故障有之外 其他功能可以自定義 不過那是平常在開我的GTA角色要去煩惱的事情 我不需要操作這些 這設計很像是戰鬥機的駕駛艙 很帥 很多波桿 再往下是H型的手牌 然後是很拉力 應該是不會出現在場地賽車上的直立式手剎車 這種手剎我曾經有機會拉過一次 手感非常的好 令人難忘啊 可是我還是不愛甩尾 金屬本體 提高包覆 車防線是根據內方顏色決定的 上面支援PUSH START 還有四個自訂按鈕 有換檔撥片 不過我覺得這個位置稍微高了點 方向盤後方 右手邊是PUSH START按鈕 旁邊有引擎燈 我們來按一下 這聲音聽起來就兇啊 左邊有一個調整前後煞車比例的旋鈕 和四個自訂按鈕 前方處位儀表結合了轉速、時速、溫度、油量 上面是換檔的指示燈 左邊、右邊是傳統的油量表 滿油240公升 油量殘餘很重要 所以要裝三個 才不會像我一樣常常開到沒有 右上則是渦輪壓力 但外頭是銀紙 接著我們就出發 看看這台車的改裝吧 回到我們辦公室啦 改裝的部分 後具大概是全盤 下車還是全盤就不用看 保險桿、前保險桿 我是用MK2極致保險桿 極致保險桿跟MK2極致保險桿 擦在最旁邊的線條 稍微有一天不一樣 另外也有MK2極速保險桿 有專業保險桿 可是我覺得比較像GT3的還是這個 其他的就相對來說沒有這麼像 後保險桿的部分 我使用了碳仙的徐牛擴散器 GT3是有算車重的 所以這個是輕量化的配置 排氣管我用的是 泰金T型排氣管 原廠它其實是圓形的 我覺得換T型的比較好看 它另外還有兩個管的跟正的T型 不對它是說倒T型 還有四管的 我覺得這個比較適合一點 跟它的尾巴比較符合 再來是擋泥板 我用的是通風附加擋泥板 它擋泥板是分成有前跟後 這是前輪弧的部分 那這個是後輪弧的部分 後面我是用擴充附加後擋泥板 差別其實就是一點點線條上的差別而已 再來引擎蓋 引擎蓋可以選引擎蓋的配件 原本是這樣 可以有刻合金固定器 或者是這個側的固定器 跟紙的固定器 引擎蓋本身也可以換 探險凸型通風引擎蓋 來正如我們剛剛前面講的 它是 它是講的 然後還有很多其他的造型 內裝它也是可以改作為班尼的車 內裝是比較用心的 引擎板 最原本就是有音箱阻擊那些人 改裝賽車就是會拆掉 然後賽車就是會有這些波桿 還可以換它的 材質 探險 輕量化 我覺得那邊是儀表本還沒奇怪的 算得不管 當然是儀表 它可以選擇不同的種類 MK3儀表還有測量儀 多一個渦輪表 或是沒有渦輪表 不同造型的儀表 比較喜歡指針 它也是有提供這樣子的選擇的 門的部分 有不同的材質 或是漆上不同顏色的 把它換成整片門板 座椅的部分呢 有 探險的椅子 然後噴漆的椅子 還有一些 銅椅 比較一般的銅椅 我是選擇看起來最 包覆性的椅子 因為我沒有選這個高級合成纖維 因為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探險吧 紅色我覺得也比較喜歡 方向盤也可以換 我這邊用的是方程式專業款 其實其他還有很多不一樣的方向盤 大概瀏覽一下 內裝燈顏色是指這個 易經儀表的顏色 可以換不同的 但我覺得其他顏色好像 什麼都看不清楚呢 對不對還是白色的 我覺得 字是最明顯的 照說一些比較深的顏色的字 是不是應該要更亮一點 反管架當然是 全面啦 全面裝好裝滿 穿上的部分呢 可以換 仙氣的燈 這個能在鬥雞場的技師那邊 可能可以換其他顏色 因為我開了好幾台車過去都可以 或許下台改裝的時候 我們可以考慮去那邊試試看 塗裝的部分呢 我就選了一個我比較喜歡的 因為我看一看 它好像沒有做 60S 的 經典橘色塗裝嘛 所以 也有的是我認不出來 因為上面字都改了 所以 如果真的有的話 也歡迎在下面留言 跟我說是哪一個 噴起我的主色調 是採用霧面的冰金白 複色調是採用了金屬的 髮絲鋁 它的複色調主要是 影響 防滾架的部分 其他呢 就沒有啥影響 所以複色其實 不是這麼的重要 再來可以選 裝潢顏色 我這邊用的是 墨黑色 裝潢顏色 因為我的 大部分都太鮮 所以它影響的只有座椅 這個部分 其他顏色我覺得好怪啊 然後車頂 我使用了探險條 我的車頂做個造型 然後現在可以裝這些 渦流產生器 或是天線 測裙的部分 我用探險GT的測裙 還有D的測裙 差別就在於一個小小的 赤膀 老流版 我是用探險GT老流版 我沒有再往下右 覺得 還是GT型的比較好看嗎 反正就我的感覺來說 老流版 越往下的下拉力 會越大 車子會越穩 超穩的部分 輪胎類型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過了 我是用雪班尼原創的虎式 我覺得這造型很酷啊 顏色 我是用延紋藍 很漂亮的一個藍色 欸我的輪胎 怎麼會跑回原廠輪胎呢 我原本的紅線呢 然後車窗 我是沒有做任何梗洞 以上就是我們改裝的部分了 那接下來就 出發 上賽道囉 首先那就是我們的速度測試 第一個檢查點400公尺 第二個檢查點1公里 然後總長是2.5公里 之後測急速出來 0-400公尺 11.44秒 去段速度 125.87 0-1公里 23.06秒 去段速度 156.11 1-2公里 18.71秒 去段速度 192.41 最後500公尺 9.35秒 急速是192.51 總時間 51.121秒 再來是我們的煞車測試 新加速到極速 在2公里處 煞車 看看煞車距離 有多長 2.85個 哇賽 這個有夠長的啊 接下來換雨天 看看雨天的表現怎麼樣 3.75個 3.75個 跟X80一樣 也算是蠻弱的 賽道測試 這個測試是我在自製的三條賽道上 分別用晴天跟雨天 盡可能刷出的最佳單圈 測試是建立在我的駕駛技術上 沒有辦法保證每個人測都有相同的結果 如果各位粉絲們也想試試 賽道連結在下方說明欄中 同時也有之前測過的車輛排行榜哦 那首先第一場 甘地城市賽道 GT3呢 應該會很強吧 我帶著這樣的心情開始跑 但我忘了一件事 就是GT3是允許ABS跟TCS的比賽 然後這台偏偏兩個都給我開到最大 我想不是所有人都清楚 我就稍微解釋一下 ABS 防鎖死煞車系統 會在偵測到急煞 導致輪胎要打滑時 用電腦控制煞車力道 一般來說會縮短煞車距離 但那是在正確的設定下 輪胎抓定力最強的時候 其實是稍微有點打滑的時候 如果允許的打滑量太少 下車距離反而會比正確操作的 5ABS車輛來的長 這就是GTB改裝款給我的感覺 絕對不會鎖死的超長下車距離 這樣看前面下車表現這麼差 也蠻合理的 GT3 優勢簡易 然後是TCS TCS是循跡反滑系統 當偵測到加油導致輪胎打滑 會自動降低引擎的出力 來維持車輛不要失控 然後賽車很多時候都需要依賴一點點的打滑 來幫助車轉向 設定好的TCS 可以減少操作失誤的失控 同時又保有需要的打滑量 而開過強的TCS 就會常常限制引擎的出力 導致車開不壞 突然沒有力的結果 GTB改裝款 再一次中槍 GT3優勢 再減1 最後GTB改裝款是4區 而不是GT3規定的後區 配上轉向不足 穩定度當然是很好 可是配上前面兩點 就變成... 穩但是慢了 漁天的城市也是一樣 抓地力降低讓電子輔助 更是瘋狂的介入 GTB改裝款成為一台規格好看 但是沒有辦法好好發揮全力的車 最大好處就是不太會失控 甘地城市中的成績是1分20.780 銀PGR0.735秒 輸龍捲風0.532秒 施地城市的成績是1分23.985 跟H8接近 銀龍捲風0.265秒 輸X800.769秒 講得好像很慘 成績...倒是還行啦 不過這都歸功而車輛本身體質優良 之前沒有用它比賽 沒有感覺到這種一直被干擾的駕駛感 這倒是不太喜歡 甘地山道 連續玩GTB改裝款 過得蠻輕鬆的 往往抓地往往過 油門稍微要控制一下 但不會太難 空力跟四驅的優勢 還是有出來 可是其他玩 尤其是要擊殺的那幾個 還是受到輔助太強所苦 就算早早開油 動力也不肯出來 只能盡可能的 控制不要有任何的大花 只要輔助小介入 就能開出成績 時間是1分26.153 在PJR之下賣了0.367秒 比X80快 0.133秒 也是個還可以的成績 沒有什麼亮點 真的650SGT3過完這麼的強 絕對GTB改裝款 這樣子太可惜了啦 來到了獅境山道 如果跟上一集龍捲風的瘋狂筆 有輔助的GTB改裝款 好開太多了 但人家有超級快的加速可以彌補 GTB改裝款 卻只有慢半拍才出來的動力 雨天地滑 要不觸發輔助很困難 都是可以好好依賴 開起來輕鬆 只要注意路線跟過彎速度 正確了 油門剎車的細微控制 不用費太多心 反正他自己會處理 然後圈速也就別想啦 最低暗單圈是1分31.392 還好還好有銀波X80 比碗高復步快了0.7秒 比龍捲風慢了0.6秒 好想把輔助關掉喔 雷鳴加速跟急速都還蠻強的 難道在GTB改比直線加速了嗎 廢話 沒看到有這麼多按鈕 應該可以關才對阿 為什麼不行呢 恩~~ GTB 改裝款的選手來到沙土地 表現依舊穩定美麗 稍微的轉向不足 稍微可以做點動力輔助轉向 完 沒有啦 還多一個問題 車子太低受到地面干擾嚴重 這我覺得沒辦法 畢竟賽車本來就不適合這裡 成績是2分05.260 還蠻意外的還有贏過骷髏馬 贏了0.433秒 動力差很多還是有差的 輸完個復古0.734秒 一旦 機械 13 打生 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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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一站 失敬夜晚最嚴富的跑焰 實在是太滑了 尤其是前輪 我們有TCS 後輪雖然滑了會慢 但不用太擔心 可是前輪滑的話就變一直推頭了 變得有點像X80的入彎感 車子鈍鈍的不靈活 還好只是入彎的部分 沒有連加速都像 不然就大悲劇了 美麗的出彎在這拯救了他 不會太難控制 最下面那個迴轉 要轉得好很困難 因為彎不進去 再加上地形騎不大 跟其他車比會損失不少時間 圈速是2分08.164 這次就輸呼嚕麻了 而且還輸了1.235秒 輸蠻多的 贏撞離大悲劇的X80 1.1秒 每次通過 兩次月 兩次 都可以 發生了 一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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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试了一天,最后总结一下 外观内装是班尼出品的,品质没有话说 选项也很多,很好看 尾速是第二台有突破190的 加速如何不看变态的电动车 目前在我测试过的里面也只有输给叉玛丽 赛道表现却意外的普普通通 我觉得真的蛮可惜的啦 开起来没有什么个性 害我想要怎么描述它想了很久 因为很多时候输的操作 就会被辅助系统吃尿 没有直接反应在车上 这台车我觉得适合推荐给我一样 喜欢迈拉伦、650S、GT3的人买来收藏 现在迈拉伦的GT3准备换720S了 我还蛮期待如果出在GT3的话 开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然后也期待有模拟器可以收入 赛特计划2当中有720S的路车 但是没有长车 而且那一台还是原厂直接协助制作的 单实性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我开过一次就觉得超级熊宝 假日不来 如果GT3之后除了720S 希望可以做得强一点啦 最近呢GT3倒是出了迈拉伦的Sena 那个...艾莫瑞斯吧 不过我觉得车头 改的跟ETR1的丑度有得拼了 最好我想要在这边调查一下大家 因为车评每一集都要花很多时间看车 还有写我要说的东西 跟做性能的测试 不太可能跟着新车出来的时候 就一起更新 那如果我做一部大概5分钟之内 然后...没有太多的评论 就是单纯看看新车长什么样子这样 然后不改装 然后不详细测赛等 就大概看长什么样子 然后... 开一下 一开始开在路上什么感觉 描述一下 5分钟之内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兴趣 我... 资讯卡设了一个投票看看 如果有兴趣的话 帮忙投一下 那我们这次的shipping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赞 留言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 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哦 还有FB粉丝团跟LINE的官方账号 也可以去追踪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喵小千 我们下一次再会 拜拜